景象人員吹哨揮手 杜鹃颱風來勢洶洶 卻還有民眾在西邊吸水 這裡是宜蘭知名的 泛泛野溪溫泉 原本應該水色清澈 可供民眾泡湯吸水 但因為颱風報導 吸水不僅混濁 水位也跟著暴漲 我們就是現在說 發現現在發布陸上台風警報以後 我們來巡視 發現還有有客在這邊逗留 我們現在要趕快把它緊急撤離 警方開著吉普車 把民眾一一帶離 大型物品全綁在車尾 撤離過程相當驚險 直接橫跨溪流 為的就是要讓遊客 可以盡快離開暴漲的溪水 國軍上午派遣將近百名兵力 前往宜蘭大同鄉英氏村 進行預防性撤離 村民收拾行囊 吸家帶券 前往親戚家避難 要是要去哪裡 三親朋友家還是 弟弟的家 每逢遇到颱風經常預警撤離 早就習以為常 國軍裝了一千個沙包 全部分送出去 做足防臺準備 希望能將強臺帶來的傷害 見到最低 記者阿公雅麥軍思汗S手組宜蘭報導